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也特地穿了十个耳朵 还不小心伤口化膿 但仍为让女帮点头 直到一次贾乃亮喝醉共哭 才让李小璐同意交往 两人在2012年步入礼堂 贾乃亮婚后还分别 向老婆求婚两次 每次都费尽心思 外界对于她对李小璐的真情相当动荣 除了贾乃亮 她的妈妈也对媳妇相当十分疼爱 有人翻出贾乃亮过去受访的影片 她表示李小璐在家喜欢坐地上 妈妈就会叫坐在沙发上的她走开 把位子让给李小璐 更透露当李小璐拍戏很累时 妈妈会端洗脚水给她洗脚 能看出母子俩真心对待李小璐 如今 却换来绿帽遗云 让粉丝更加心疼 贾乃亮佐对于李小璐相当疼爱 反射自贾乃亮微博 贾乃亮透露 妈妈曾给李小璐端洗脚水 翻射自秒拍PGONE 一次介入好友家庭 翻射自PGONE微博影片点我